嗨,大家好,我是神户YMC 我姓王,我叫王爱华 我今天是在神户YMC工作第四年 实际上我是神户YMC的毕业生 所以说大家如果来到神户的话 那么是接机啊 生活方面我都会在办公室来协助大家 那么接下来呢,就神户的这五点 和大家进行一个说明 神户呢,它这个城市的特点呢 就是是一个海港城市 它是离大阪,然后坐电车只要二十多分钟 那么离京都的话也只要五十多分钟坐电车的话 从关西国际机场 有直接到达了巴士一个小时 今年呢正好是建港一百五十周年 生活非常舒适 神户的话实际上它在日本 这所有的城市之中呢 不管是规模还是发展都排在日本的第七位 所以呢就是生活方面非常的舒适 神户费的话大概一个月的话 你所有的费用加在一起的话 大概七到八万日元就可以 神户还有日本最古老的游马温泉 除此之外的话 看过Cano这部电影对不对 那么有很棒的加剧园的棒球场 那么还有世界一场的鸡露城 还包括天空之城的竹田城记 那我想大家还有一个就很感兴趣 就叫宝种歌剧院 里面全是女生非常的精彩 说到神户呢必然要说到吃这一块 除了咖啡之外 还有甜点呢也是非常的出名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世界出名的神户牛 那接下来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校舍这个部分 今年的三月份呢 我们的新校舍就建成了 那么它的交通位置非常的方便 离神户的交通输流中心三宫 走路只要十分钟 那么离新甘县的新神户 走路也只要八分钟 还有一个单独的健身大楼 我们同学都可以使用 那么在它的日语课程这一块 有一个长期的 它是一个全日制 所以这个不同于一般的日语学校 它不是上午或者是下午 那么是每天都是从早上的九点半 一直到下午 并且的奖学金也非常的丰厚 我们就升学 就是大学 大学院 还有专门学校 包括我们的就职 都有很多很多的辅导和各种各样的协助工作 我们和神户当地的大学生 还有高中 还包括我们的会员 对于非常多的一些交流活动 各种各样的文化体验 就是活动非常丰富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 语岛 那是我们的营地 我们三天两夜在这里 全校师生呢 有一个非常快乐的一段时间 除了长期之外 我们还有三个月的短期绘画课程 那么我们拿打工签证 或者是观光签证来到日本 就想说三个月的时间 来提高我们的口语的同学的话 非常的适合 因为每一个班只有十个人 就是以练习口语为主 另外暑假的话 我们有一个月的课程 其中呢 还有技术家庭 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在等着大家 那么最后的话 我们还有 另外还有一个专门课程呢 饭店管理 它的目的呢 就是在日本就职 神户呢 它是在日本的国内外 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观光圣地 所以它的服务业 就非常发达 那么神户 YMCS饭店管理的特点 它的日本学生占三分之二 所以对我们留学生来讲的话 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学习的环境 并且还有实习 这样子可以补及我们很多的学费 另外现在目前的打工的话 留学生都是百分百 因为2020年不是有东京的奥运会嘛 所以这样的人才非常的需要 在这里呢 还有一位同事跟我们在一起 欢迎我们这个乔本校 20年顟透铁eng的 本期 dieIEMCS饭店管理的 你看 石屏 Bardzo 앙